工作人員忙著清洗地面 而一旁則是有黑色生物爬來爬去 仔細一看 原來都是大大小小的烏龜 這是位於高雄廉池坦的烏龜池 有民眾清晨5點多 目擊整個清洗過程 特地拍下開箱畫面 意外引發討論 也讓人對池中 到底有多少烏龜 相當好奇 烏龜數量多到數不清 尤其池子已經存在很長一段時間 雖然一旁牌子 寫著不要餵食菜葉 也住民不可放生 但烏龜似乎仍越來越多 根據瞭解 烏龜池由當地知名廟宇 起名堂管理 已經存在約八十年 最早只是生態池 養了四五十隻 但七八年前 最高峰多達六百多隻 還曾辦理領養活動 但目前仍有約三百隻 你自己養一養 不養了變成棄養 那不是放生 環潭戰道的一個計畫 到時候就是把這個烏龜池會填平 雖然烏龜池都會定期清理 加上過濾系統的水電花費 每年就得花上十幾萬 加上人力管理負擔不小 因此最近市府有機會 跟廟方合作 開闢環湖步道 為了整體環境的改善 恐怕大壁烏龜搶食 可愛的模樣 將會走入歷史 TVBS新聞趙立何一信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